来看美国加州发生了很离谱的抢案 这是一间加油站的便利商店遭到洗劫 有超过80名的抢匪冲到店内去行抢 时间有40多分钟 不过警察是在9个小时之后才赶到现场 但已经太晚了 因为财务损失高达了十几万美元 不过现在呢 美国最新公布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 也被发现不断的在飙高 虽然整体比起来跟去年相比是比较和缓的 不过超过六成的民众还是感受到不小的财务压力 美国加州零元团购无法无天 多达80到100名抢匪 把这间奥克兰加油站的小超商挤得像是特卖会 任何能砸的货架能抢的商品全都不放过 歹徒硬闯抢劫之后 超商内混乱宛如战场 就连ATM里面的现钞都被洗劫一空 损失超过10万美元 歹徒足足抢了40分钟 更离谱的是店家也不是没报警 而是报了警之后等了9个钟头 才有一名远警姗姗来迟 这不只是罗斯松的彻底 而是抢案多到警方也束手无策 犯罪严重到生意做不下去 知名连锁速食店也被吓跑 其实上个月加州才发生过 20多名黑衣人洗劫珠宝店的夸张抢案 GTA真人版几乎天天上演 当然州法太宽松也是原因 令人纳闷的是 通膨豆筋明显降温了 为何还要抢 美国人的日常消费 精打细算程度比倒税还缜密 这位教人做健康餐的网红直言 现在食品杂货还是鬼的吓人 美国人不仅感受不到通膨趋缓 反而还觉得物价有增无减 推高物价的动力一部分就是 薪资上涨 人力成本增加 对消费者来说 加薪的幅度却远远跟不上通膨的速度 以为自己赚得更多 实际购买力却是下降 美国人陷入所谓的金钱幻觉 物价不降另外一个原因 其实是业者不愿让利 尤其是有刚性需求的必需品 消费者溢价能力比较弱 就拿尿布来说 原料纸浆的成本 明明都已经回跌好一段时间了 但业者却还是装傻不愿降价 也难怪消费者实际的经验 跟经济数据完全脱节 根据CNBC调查 美国月光族的比例 已经达到65% 又比去年增加了7% 偏偏现在利率还在高点 49%的美国人 每个月没有办法缴清卡费 联准会最青睐的通膨指标 核心CPI近半年来 联准率已经从3.9% 持续往3%收拢 2%的理想值还有段距离 那这样算不算 已经有降息的机会呢 联准会主席鲍尔 在国会作证的时候 也被议员逼问降息时程 鲍尔这期话市场解读 是立场转割 暗示就算通膨没有回到2% 也一样有降息的可能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现在劳动市场已经不再过热 多数的经济学者都认为 美国已经在去通膨化的过程 降息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提供学这么道 作用庞大资产的富豪 很多人想要移居到海外 当中人数最多的是中国大陆 有15000人出走 其次是英国跟印度 而台湾在这个排行榜中 是位居第八位的 这些富豪的主要目的地 大部分都是新加坡 美国和阿拉伯 一方面是想追求 比较好的生活环境 也希望能够在海外投资 分散风险 不用全额到付 你就可以大概一个月左右 就拿到黄金签证 和客户介绍的 正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最新的黄金签证流程 确实也是公司正准备 拓点的新业务 对台湾人来说 它并不是那么熟悉的一个区域 但是它在全球的一个 不论是从地理位置 然后它的经济发展 都是特别是欧美人士 非常喜欢的一个区域 那当然它有一些优势 包含公司它的税很低 就算今年底要开始涨成9% 它还是很低 那个人零税 那再来就是这个城市 他们大力发展所有的经济建设 我的客人 他们会想要资产配置出去 应该是说他们原本 就一直都有在投资海外的 不论是金融资产或是地产 我觉得第一个一定是分散风险 分散风险是重要关键 尤其在地缘政治 经济不确定性 以及社会动荡的因素下 今年预估将出现创纪录的 全球百万美元富豪 大规模前移潮 跨国投资顾问机构 公布了一份私人财富移民报告 认为今年中国大陆将近流失 一万五千两百名的百万美元富翁 至于台湾在这一份的报告当中 则是排名第八名 认为今年将近流失四百名的百万美元富翁 在报告中被列为排名第一的中国大陆 预估流失速度比去年的一万三千八百人 还要加速 至于第二是英国 近流失的百万美元富豪人数 预估也会比去年增加一倍多 为历年最多 而印度虽然今年近流失富豪的速度 预料放缓 但仍推估将有四千三百人出走 全球排名第三 当然富豪出走的原因不一 除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之外 也有可能是因为政经地缘关系的紧张 考虑把资金挪出 我觉得比较高资产客人 他们并不是想要真的移居到海外 他会有两个方向选择 一个是税务的考量 是不是这个地方是比较低税区 第二个是这个地方适不适合居住 移民顾问公司分析 澳洲 美国 纽西兰 以及亚洲的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都是台湾高资产阶层选择的 这门区域 生意人都希望他的钱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这个大家辛苦且赚钱不容易 那台湾是因为两岸之间 最近的事情比较多 加上里面也有一些台湾的 这个政党的上面的一些问题 都会让这些老板都觉得不太安全 新加坡啊 在美国啊 这些相对金融啊稳定的地方 是他们想考虑的地方 百万富豪移民可以为移入国 注入资本和人才 带动当地投资 反观对于他们所离开的国家 也会带来经济上的重大变动 主要是今年其实有各大政治选举 其实今年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所以导致全球富豪 针对政治来做一些避嫌 尤其在逆全球化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发达市场 还是新市场 它都有受到一定的冲击 但是你可以发现最为明显的趋向 那就是钱会往资产价格 增速最快的地方来做移转 所以即便我们都很清楚 欧元区还是非常重要的金融中心 但是全球的资金 不管是新市场 还是整个欧洲市场 几乎都大量的往美国股市 美国债券市场来就来做涌进 这波百万美元富豪的迁移潮 可能也是一种指标 背后代表着全球版图与财富板块 未来会有重大转变 最来关注是俄乌战争 最近刚刚落幕的北约峰会 成员国全部都同意 让乌克兰来正式加入 而各国所捐赠的F16战机 也陆续交付给乌克兰了 也为乌军的战力打了一记强心针 不过现在俄罗斯 其实还在继续发动无人机的攻势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就向各国喊话 希望大家一起来帮助乌克兰 强化防空能力 乌军的蝙蝠特种战队 在前线小村庄中和俄军机战 用无人机炸了俄罗斯的 道尔M2地对空飞弹 俄罗斯也不甘示弱 出动铠甲S1防空系统 俄罗斯国防部还公布了 苏二五战机空战画面 而很快俄乌两军的空战 可能急速升温 因为乌克兰等了大半年的F16 终于即将送到乌克兰手中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亲自在北约峰会的论坛上宣布这项好消息 挪威丹麦荷兰两国将分批把美制的F16 移交给乌克兰 乌克兰总统资伦斯基 人还在华府就先拍影片向国内回报进度 就是要激励士气 我想提供给乌克兰最重要的一个实质方式 首先是明星士气 因为象征着就是美国跟北约还是力挺乌克兰 那第二个是可以有效的就是增加乌克兰的防空力量 北约将提供将近100架左右 相当于1.5个连队 那这样子对于他本土的防空可以起到 就是快速补偿的作用 根据统计乌克兰将接收到的F16 来自于丹麦19架 荷兰24架 比利时30架 挪威6架 一共79架 如果把先前传出也要军援F16的希腊算进去 粗估能够获得约100架的F16 而目前正在为乌克兰飞行员提供训练的国家 则包含了罗马尼亚 英国 法国和荷兰 对乌克兰的飞行员来说 最难的就是适应F16的电子系统 但是除此之外 操纵的灵活性大胜二系军机 只是F16并不等于是乌克兰的必胜王牌 首先这上百架F16的交付 就可能需要两到三年时间 挪威外长坦言确实预期战事会拉长 再来就是能否取得空权 也不能只靠F16单一击中 所有的战争都是一样 就是它是一个复合的战力 所以乌克兰应该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决定性的武器 就是可以让乌克兰获得一定的空防 但是它不会是银色子弹 乌克兰国内也有学者指出 俄罗斯在最近两个月已经开始攻击 F16可能起降的基地 而这也可以预期 乌克兰要是真的开始运用F16 俄罗斯势必加倍打击 甚至俄罗斯已经不断在酝酿 阻止北约武器送到乌克兰手上 监视器画面拍下 一名住在波兰的24岁乌克兰男子 就被俄罗斯吸收 刚开始只是要他涂抹掉反战涂鸦 之后就开始要他架设摄影机 拍波兰训练乌克兰士兵的状态 最后他被逮捕 判了六年刑期 除了波兰在爱沙尼亚 也传出俄罗斯特别故人 专门在俄罗斯和爱沙尼亚交界处搞破坏 这也让爱沙尼亚加强边境选手 防止恶灵入侵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飞机制造大厂波音问题连环报 今年前四个月已经累积29起的事故了 航空公司也开始对波音的品质存疑 现在更有吹哨者爆料 波音其实是用报废的零件来组装飞机 而且至少已经使用了5万多个零件 美国航空客机才准备起飞 没想到轮胎的位置突然冒出白烟 原来是发生机轮爆胎事件 幸好机长当下紧急停飞 才没有酿成伤亡发生 这段五月土耳其机场货机机 比惊险着地的画面出示的 也是波音飞机 算一算波音从一月舱门脱落事故后 就像得了机温一般 三月就曾传出轮胎掉落 四月再发生机翼冒烟 紧接着五月到七月 也有爆胎或是轮胎掉落的相关事件 安全性再受到各界质疑 波音不止班机状况多多 上个月才首航的星际飞机 返航地球之日也一言再言 这是因为太空船推进器故障 还有氦气外泄问题 两位受影响的太空人 最惨恐怕一路滞留到八月 太空人有信心相关问题 最终能得到解决 但地球上波音危机一波接一波 再有一名曾在波音工作 三十年的吹哨者爆料 波音过去其实曾偷偷使用 有缺陷的报废零件组装客机 这名吹哨者指控 早从两千年初期开始 就有高达五万个零件 被安装在波音飞机上 好绕过屏管产出更多飞机 这名吹哨者也拿出自己 写给公司提出质疑的多份电邮 却屡屡遭到无视 直到2023年 他被迫离职 波音因为各种负面新闻 销售量大幅下滑 相比去年六月卖出了304架飞机 今年六月只出售了14架 当中包含11架货机 客机只有三架 销售下滑了高达95% 另外波音上半年飞机交付量 也大不如前 只有175架 反观对手空中巴士 多达323架 更惨的是波音六月其中一架 出售给阿拉斯加航空的客机 其实是用来更换 一月舱门掉落的客机 波音各种争议 没完没了 最近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又发布紧急指令 要求对2600架 波音737 进行全面检查 旅游士乘客氧气罩 可能在紧急情况下 因为固定带问题失效 影响正常使用 波音上个月才坦诚 确实有吹哨者遭到解雇 这个月也针对2018 2019两起重大空难 达成认罪协议 但上半年波音接连发生 与零件相关的事故 信誉危机 持续拉上警报 点新闻 综合报道